我叫Marcus 我是在SLU 即是瑞典農業科大學 中文應該這樣叫 讀PhD 三、四年去了 Bloom University 做了一年的交易學生 我主要是在做森林生態 偶爾要駕車去森林 做實驗 回來後寫文章 主要是現在的生活 都是這樣 兩個原因 第一,主要是跟我 交換過整個經驗 因為我去了 Aerblu一年 那段時間真的很享受 而且了解多了瑞典的文化 瑞典的生活 種種因素 我都很想念這個地方的生活 所以自己都很想 回到這裏 再進修 再讀上去 享受這裏的生活 而另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我本科 Undergrade 都是讀地理的 大部份 大部份 我會說不是全部的 大部份 其實我們一些PhD的學生 其實我們都是一份工作 其實我們都是一份工作 所以我們是 需要交學費 而且其實我們是 有人工的 而人工 我會說 基本上是在這裏生活 對我來說 就是我自己的生活 就絕對是有靜的 朋友去BBQ 可能我們駕駛車 然後就去燒夜吃 我們都會很多這些活動 可能和這裏的Family 可以和一些其他學生 或者我們PhD學生 可以滑雪 其實這裏可以免費 去借一些滑雪工具 可以借兩個星期 就可以去滑雪 可以去釣魚 或者可以做很多一些 在香港你不會做到的事情 其實都很精彩 如果你有興趣 其實都可以很多事情可以做到 我喜歡行山 我喜歡露營 這些其實我覺得 在瑞典是絕對不會悶 反而是很多選擇 我會覺得 相比在香港 其實一定是沒有這麼大壓力 是的 那特別呢 其實我自己在這裏 就住在一些 學生階段的地方 所以身邊 其實樓上樓下 其實都有很多一些 undergrad 那其實你就知道 其實他們 或者可能我交換了幾年的時候 都會知道 這一班的本科生 其實他們 我們所謂叫做50-50 即是50%是讀書 50%是有興趣的 即是他們是很多派對 很多活動 所以我會覺得 相對上他們的壓力其實很小 即是那個生活和讀書 其實他們是拿到一個平衡 即是拿到一個平衡 50-50 其實在這裏 我會看到 其實資源是真的有很多 也都是很值得去試一下 所以我都很鼓勵 即是很鼓勵大家 過來這裏去嘗試一下 去嘗試一下